《神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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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開始 今週如是我們第二節 這一節仍然是講《神秘學》 上次講到東方來源 還有一個 它是四個 除了中國佛教 其實儒家都有它的《神秘學》 道家更加多 印度教他們的源頭 是充滿神秘的色彩的 這是印度教 再講到藏傳佛教 來到西藏的地方 也是很多神秘色彩 他們的印度傳去之後 在西藏的地方 亦產生了很多古靈精怪的佛 或者摩 信佛和摩 本身即使是怎樣講道理的 都實際上是有它的神秘學的色彩 都在裡面 經過一個北歐的人 的作家找出來 這個真是很艱難的事 而翻譯成為西藏佛教的 所謂的神和摩的字典 真是很難能享貴 除此之外 第四種就是薩滿教 薩滿不只是東方 西方也有 比如在北美洲 南美洲很多印第安人 他們的遊將 都是兼職了薩滿教的祭司 薩滿教是一個 所謂萬物有靈倫的信仰分子 他們是相信 什麼東西在世界上 都是有靈性的 這個是中國 很古老的時代 他們都有這樣的相信 比如說石錦當 大家都覺得石本身是一個靈性的 還有土地呢 土地也是有靈性的 保護或者是 使得居住在那個地方 那戶人口 那個村人口的安危 他是保護的 後來將他人物形象化了 就變成一個公公 因為一個公公 都是比較慈祥一點的一個形象 為了他的公公 所以後來推演到 他居然有個婆婆 即是有個太太 沒有說到他有沒有妾事 即是說的有幾個 有位慈祥的太太 土地婆婆 其他很多神 這些都是有他的配偶的 譬如藏神有藏的窮公 有藏的婆婆 一對一對 中國的薩滿教 現在比較重 很多西方人士覺得有趣味的 都是來自一些油蒙民族 譬如蒙古 蒙古族裏面 仍然很多人相信薩滿 因為薩滿教 因為他們的依靠天氣 是草原 水源 為生 所以他們也很相信 這個 上天 和大地 是給予 神靈是給予他們一些福音 所以他們有長生天的敗祭 他們對天的 承傳他們的 畜牧事業 或者他們的生計 是相當之感恩的 滿洲當年 都是一個 油蒙民族 他們也是充滿 這個薩滿的信仰思想的 那你不要嘲笑 這些油蒙民族 他們 時事 都是靠 看天 看地 看水 來生活 其實 民間 我們現代人 也很多 是如此的 例如 勞家 信邪 為甚麼呢 因為勞家 他們都是 所謂 偏門生意 所謂偏門生意 不是說 找幾個百分 幾個百分 就 安安分分 可能 依照例子 來實例 來賺錢 偏門生意 就是 越過了一些制度 是可能 找到快錢 這個呢 尤其在香港 這個地方 相當之 人的 心水 心思想 都是 如此 的 因為一個 當年 是一個 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大家都希望 限時發達 早早發達 有了錢 就跟你慢慢說 人意道德 就跟你說 修橋整路 否則 賺不到錢 就沒有人可憐你了 這個社會呢 在這個經濟上 或者在這個人的心理 集體心理上呢 都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社會 現在 更加熱 是一個呢 政治不穩定 經濟也不穩定 種種生活上的需求 其實都不穩定的社會 所以呢 連累到呢 很多年輕人呢 是有 憤怒 而呢 做出很多呢 很暴力的事件 這個呢 很遺憾的一個問題 歸原到底呢 都是整個大氣候 政治的大氣候 不安 而所造成 好了 那 講回這個薩滿教 薩滿教呢 因為他是 相信萬物有力 而且呢 他們也是生活了一個 大氣候 真是氣候 不穩定的社會 所以呢 好像香港那些 撈偏門的 賺錢的人一樣 都是呢 心不穩定 不安定 都是呢 期望呢 神靈 賜福的 神靈 是不是 因為 當會賜福 給一些 賺錢 或者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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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的 人 照常理 就不會 不過呢 這個世界 所謂 有的超能力超常能力 也會時時令到人有這樣的期望 有時或者會實現到未定 我都不是很清楚 或者不能夠解釋 換句話說 他拜了一些邪神 拜了一些邪力之後 可能會成功了 可能會發達了 但是後面能否享受快樂的 最後的結果呢 這一點我就不敢擔保了 好了 再講到神秘學的所謂神秘學的分類 這個分類呢 是分開四大類 這四大類呢 第一類就是 宇宙論 宇宙論 宇宙論是研究宇宙 不只是世界那么简单 整个宇宙的形成 当然在基督教里面 它的创造论 就是无上的上帝 创造了宇宙 不是创造了世界那么简单 回教也是相信他们的真主是有创造论 而这创造论在美国曾经打过几次大的官司 因为人类都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 因为人是从动物 慢慢由一个微生物进化成为人 中间经过一个 现在失去了的联系的情况 但是人们都相信 但是在宗教上就完全不相信 认为是神创造了宇宙 于是宇宙是创造出来的 还是演化出来的一个争论 学校是不准教的 当年打官司打到现在可以提及进化论 那么进化论是否反宗教呢 我认为都有它的味道在 都有反宗教的味道在 那么神彼岳的推延在宇宙论里面 我们会研究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到的矿石 植物呢 动物呢 最后呢 最重要就是人 我们以人为中心 价值一切价值的所在 所依所在 所谓有人就感觉就宇宙 亦有人就有神 是这个理性的人的思考 的逻辑来的 但是呢 很不幸 宗教上不是这么说 宗教上呢 有没有人是其次 这个世界就算一个人都没有 全部得植物 或者动物 得矿物 这个世界仍然呢 是有一个神 而且一神教呢 是只能够有一个神 并无其他的神 所以就知道一神教了 那其次呢 第二个范围呢 就叫做物传心理 物传心理呢 是一个特别的名词 这个名词呢 说到个物字呢 这个物就是秘密的物 物传呢 是不能够公开 不能够揭露出来的 不能够解释出来的 这个物传的心理学呢 在神秘学里面呢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呢 在神秘学里面呢 相信呢 或者研究呢 未必相信的 研究的 至少研究 怀疑呢 都是神秘学的 重要的 因素来的 就是究竟 为什么会有一些神秘力量呢 譬如 这些神秘力量 譬如说 天眼通 有些人呢 事实上真是呢 曾经验过的试验呢 它是 隔了很远 一个长距离 是人的肉眼呢 是不能够看得到的 也居然呢 它是看穿的 看得到 或者呢 有些物不通风的障碍 在一个物室 或者一个包裹里面 或者一个盒里面 居然看到里面的内容 的物体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真实的现象呢 我尝试过呢 在几十年前呢 就领悟过一个 这样的经验 那时候 中意呢 开始玩试踪 无论试看里面 究竟 有多少点数 大家呢 就吹牛 或者说真实话呢 来到去猜度 那 我曾经注视了 我 適中 是一个 看不到里面内容的 物体 那我住了很久之后呢 我眼中呢 就会发现了一个黑白的影像 黑白的影像呢 是 好像摄影机那样呢 这些事物 居然呢 我是看到 那三颗色 就是 側面的数字 从側面的数字呢 来估计它上高 向着 开出来的 数字是多少 是灵验的 那这个呢 我不能够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我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要透过很长的 差不多成 五分到十分钟呢 的集中注意力呢 然后开始 看到眼睛 看到一些闪动 隔着 好像隔百叶脸的形象呢 出现在眼前 而周围呢 是没有了其他的物体的了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精神上的 主宰的事物呢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 但要经很久 第二 是不是百事百多呢 又未必 多数的 又不能够说 完全有一个透视眼 如果眼能够一望 望穿的适中 那我不如去赌场赌了 赌大小赢了 赌大小赢了 是吧 好了 今天呢 讲到这个 神秘学的两个范围 后面还有 下个星期呢 跟大家再续 多谢各位收看 还有大家呢 的资助 捐献 那 下次我们再 听过呢 我听过呢 谢谢大家 李宗盛